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9月9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儿啊,最近呢,菲律宾有一则新闻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华人社区里面啊,都炸了锅了 呃,什么意思呢?这个新闻啊,就是讲的,菲律宾这边有一个叫阿拉邦的社区啊,最近发布了一个公告 那么这个公告的这个核心内容啊,就是暂时搁置啊,所有大陆华人的续租及入住的许可 也就是说,住在这一区域的华人啊,如果你的房屋到期了之后呢,你就不能再续租,你要搬走啊 然后呢,你说新进来的,我说办这个入住许可证啊,也是不可以了 呃,其实呢,它这个里面吧,有四个字,特别的扎眼,大陆华人 说白了,它这一个政策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大陆华人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特定的族群的 啊,所以呢,这个感觉呢,给很多人看来啊,都是像以前旧社会,对吧 华人与什么不得入内那种感觉啊,这个明显的歧视啊,有一种排华的味道 所以这个事情呢,在华人社区里面呢,闹得风波很大 闹得风波很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菲律宾人啊,他应该不会做这种行为的 现在他们日常都没有,比如说招工的时候啊,很多菲律宾人呢,都是 就是菲律宾招工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非常注意,在招工的这个简历,这个要求里面啊,都会 避免去写啊,性别上要求什么样的,性别要求你的年龄啊,这些都会写 因为写了以后就会有人找他,有组织找他,对吧 你这个怎么歧视这个女性啊,你怎么歧视35岁以上的人呢,对吧 当然了,你最后面试啊,你没问得出来,对吧,问得出来你在选择要不要 但是你不能这么明显啊,不能这么明显 所以这件事说了以后呢,让很多华人不爽啊,就觉得菲律宾人 正着,就是拿着中国的这个援助啊,吃着中国的饭 但是要砸着我们的饭碗啊 但是后来呢,也有朋友啊,比较仔细啊,去把这个整个通告 全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菲律宾人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在疫情期间啊 这个华人啊,大陆华人啊,居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呢 经常会违反这个一屋一户的规定 违反这个社区的交通规则啊,违反这个隔离规定啊,违反宵禁 对整个的社区呢,带来了这个安全威胁 那么第二一个呢,有18名啊,确诊新冠的活跃病例呢 登记在了这个社区里面的同一个地址下面 但是,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这18个人啊,所以呢 给这个社区呢,防疫上啊,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很多啊,现在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 菲律宾人也好,还是其他的外国人也好 都投诉和报告啊,这个大陆华人所居住的房屋呢 非常的喧闹啊,有这个聚会饮酒的情况 并且酒后呢,有一些情况啊,出现 然后,种种吧,也是基于这三个原因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所以呢 现在,搁置啊,就是不让这个大陆华人在这个社区呢 继续续租啊,或者新进的搬入 哎,说实在,看到这个呢,是非常的丢脸啊 就是没想到人家并不是说 如果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原因是确实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打了我们的脸啊 是我们做的不好,让人家 嫌弃了啊,说轻点,让人嫌弃了啊 疫情之下,让我们搬走了 不过确实是这样 就是很多在菲律宾的这个华人吧 没有什么功德,确实是这样的 特别是那些做博彩的人 这不是我说的啊 就是,就是这件,这个完整的公告出来之后 很多华人朋友 在菲律宾做正经生意的华人朋友 现在都出来指责啊 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社区里面的 这很多人都是,其实呢 都不是做正经生意的人 都是做博彩的啊 因为这帮人来这吃喝不要赌抽嘛 他,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功德啊,没有功德啊 比如说这个公共场合吸烟啊 劝告不听 然后呢,如果有人来劝阻什么的 还会跟人去打架啊,吵架 那么喝酒也是无度的狂饮啊,酗酒 关键呢,就这帮人吧 我听说,喝完酒之后呢 还有酒后的行为艺术啊 所以呢,这个菲律宾人呢 他听主教嘛,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受不了啊 你说对吧 喝完酒以后 您就上下身全体吃脖的 来一个一套行为艺术啊 菲律宾人受不了 啊,这个嫖祖抽嘛,就这帮人就是以全套的啊 所以呢,其实 呃,极大的抹黑了我们华人在菲律宾的一个形象 呃,而且呢,关键呢,还会被人冠上大陆华人那四个字 其实大家都是华人,对吧 然后,但是,说实话 有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港澳台地区的朋友吧 啊,人家为了明显跟我们区分开 人家就特别强调 啊,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 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 对吧 所以就更加体现出 好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人啊 最差 反正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吧 这个味道啊 所以呢 真的 呃,这件事情吧 还是挺啪啪打我们的脸的 我觉得,呃,无论什么时候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都是必要的 都是必要的啊 而且呢 呃,我觉得吧 菲律宾人呢 排华的这种情绪吧 要比印尼啊 比马来西亚啊 还好多了 其实这边包容性还是蛮强的 知道吧 如果真的是人家真的提出这张公告 也真的是把人家逼的不行了啊 人家十分反感 极度反感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呃,过两天吧 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菲律宾功德上的问题啊 因为我见过很多 呃,在这边的华人 特别是当时很多的游客啊 那也是极为没有功德的 也是给 就给我们这个群体吧 是抹黑的啊 所以我希望呢 我讲完这东西 以后讲我将有功德篇吧 啊 大家以后来菲律宾呢 都要收敛一点啊 收敛一点 好了 那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